新武川的丹心地狼 驚在大水游玩耍老的客人 平衆是無耐的標準 因為連鎖幾天大後造型的客水不停 造型新武川漏了整個橋段 讓他只能騎在橋的這邊 看到離住這麼近 算沒辦法走比較久 是相當的萬壇 這樣遠遠看起來 遠遠看起來好像有有垮掉 那個電線桿那邊都有垮下來 垮掉多少 好像有一半啦 三四分地 這位丹心地狼 躺在新武川的第十輪 在泰日風台來的那天 一隻火都走到南岳去拋森 沒想到當河天冠 回來想要順利電風 所以發現 大水所影響的土焦流 不但讓它暫時沒辦法等到處 各種的辛苦經營六分地的電風 跟這地槍 隆重重了了 損失出過差不多一兩百萬油 我們經過好幾次了 厚薄颱風也經過 厚薄颱風 陶支颱風 還有八八 這是八八 還有這次又一次你看 出來六七十年啦 要出去也感覺到 出去到外面也不習慣啦 新武川只要帶好到的造型土焦流 這種每年都會遇到的天災 所造成的損失 但新帝龍說他走到沒辦法顧及 雖然他曾經想過要搬離開新武川 但也就是因為沒錢 他已經沒習慣來決定要繼續留在這裡 現在他是希望政府能夠到三天 盡量來保佔他的損失 如果沒有補助 只要也要提供他們一條 能夠平安等到處的正常道路 記者金吻善 猜虹 報導 記者金吻善 猜虹 報導 記者金吻善 猜虹 報導 谢谢大家